另外一位警察今天也上新闻了 这是在桃园有一栋公寓大楼 搭了阴架要整修 结果整修到一半了 就工人就没有再继续动工下去了 所以一个阴架呢 就架在那边一放放了四年多 上面的那个栏杆啊 你看都生锈了这样子 那么附近人就很担心说 台风要是一来倒了下来 伤了人谁要负责 这栋房子的所有人 就是去年用老婆的名义 插股投资酒店而被停职的一位警察 四楼高的阴架挂在公寓外墙 摇摇欲坠 只有铁丝固定在窗户上 上头的栏杆都生锈腐朽 繁布也破烂不堪 这个阴架已经放了四年多 到现在都还没有拆除 走进屋内现场一片狼藉 施工器材到处乱放 上头布满了灰尘 桃园南风街上这栋房屋的所有人 就是去年用老婆名义 插股投资酒店而被停职的路性刑警 只是房屋整修工程 延浪四年多 附近民众担心危机重重 不只担心家里遭小偷 整个阴架把原本就狭窄的道路 占去了一部分 用路程进出都不方便 更恐怖的是万一台风来袭 只用细铁丝固定的阴架 可能会被吹倒 如果压到人或车子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那我们完成程序公告之后 假如他一直没有出面处理的话 我们公权力的部分会来做这样的一个确认跟执行 公务人员到场勘查 才发现这整修四年多的房屋 三四楼都是违章建筑 只是房屋所有人迟迟不出面 民众也只能等待 政府能帮忙拆除这个不定时炸弹 总体新闻简正峰 李贯志桃园采访报导